先和朱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先报报数 纽约制造业活动指数 由7月份指数是11.1 急跌 8月份录得的数据是-31.3 跌幅是2001年开始统计以来第二大 仅次于2020年疫情高峰 并且差过市场预期 另外,美国建屋商信心指数 连跌第8个月 属于2007年以来最长的跌浪 8月份降至49 2020年5月以来首次跌穿50 并且低过预期 这两个数据都叫做差过市场预期 不过大家近日 譬如谈开美股的时候 都是讨论究竟那是一个反弹 还是一个确立了的升浪 其实美股真的上升 不过引优就真的不少 例如未来的加息加多少 还有见到近日的经济数据 都不是很理想 朱sir你会觉得 现在美股已经确立了一个上升 为什么你这么看好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建基于 以下这几件事 第一,我们看到 其实在通胀数据里面 以环比的角度 都开始有一个 比较明显一点的回落 而回落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所谓的数据 就是因为在能源方面 譬如说在油价方面 譬如说以昨天的角度 承接再之前 其实一直来说 油价一直是这样回落 但是我们看到近日 连密集区的低位都想跌穿了 昨天的油价只剩下 大概800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能源的价格 或者资源价格 是低至低企 如果再配合 只要美国的一些 其他纸的模型 譬如说好像 那些二手车的价格 或者是机票的价格 或者是人工的升幅 如果是进一步地放缓的话 这个通胀的回落 应该是会更加再一步地明显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令到市场 是越来越感受到 美国联储局去加息 那个终点站 亦都越来越明确了 因为其实之前来说 股市的担忧是在于 所谓利率的上升 是不断无止境地 不断地扩大了预期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根据利率期货显示了 其实我们去到下年的年初 可能息率已经是加完 已经是加到 大概3.5-3.7.5这个区域 就已经是搞定了 其实已经要做 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就是4厘甚至5厘的言论 其实近期都开始 都消除了这样的担忧 而且根据最新的利率期货所显示 其实去到下年 甚至6至7月 是有机会进一步减息 因为你会发觉举阵图 下年的年中 利率期货 相对最高的高度 是低了0.25厘的 就是敏藏了一个 可能减息的所谓的机会 而我们就说 另外一方面 美国在之前的股票 那个跌幅 相对比较大 还是我们会发觉 有不少的企业 即使是说 是常常在催衰退也好 还是我们看到 它在中期的业绩 的表现真的相对不错 我们发展到现在 玩了这么多 当MegaCap的股票公布的业绩 其实你见到 绝大部分 都没有失败到 所谓的描述 甚至是比市场的预期 为好 它自己本身的业绩 也不是预期得太差 所以好一点 好像香港的阿里巴巴 它不是这样行的 预期本身来说 都有一定的所谓的期望度 还是最后 都是比所谓的期望度 市场的预期 我们见到 其实真的MegaCap做得比较差 比如Facebook 或者Snap 或者这样的股份为主 所以在业绩比较好的角度 其实对于市场 都有一定的支撑 另外 可以分享一个常识的了解 再之前 其实有人说 比如说国债的利率 倒挂 所以就觉得是有机会衰退 但是其实也要澄清 就是说 其实你看回历史的角度 当它出现了倒挂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有机会 美国陷入衰退 但是说 那个年份 很多时候 其实第一不均称 第二就是说 通常坦白说 是相对由它倒挂的那一刻 起码是N那么多月之后 或者N那么多年之后 它才是一个所谓的衰退 所以如果你用了倒挂的第一天 你就觉得 立即是衰退 其实来说可能是陷入了 一个时间差的 所谓思考的陷阱 所以在综合来说 其实不是现在事实很明 就算你见过 我在不同的频道 或者在做节目 我在众人都说 东升西降那一刻 到处 你看到我那块 是很维护美股的 即是无论在105 即是纳市105 110 115 那些位置 我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维护美股 当然 最后再补充多一句 由低位升到这个位置 有货也当然是好 因为你可以越高越出货 如果现在都没有货的人 你现在才讨论 就是说 这一刻才大手入市 其实有可能是会捱一些震痛 或者一些回调浪 都不出奇 因为毕竟是升到的浪是这么直 然后你从这个位置 倒转 即是你在低位 你觉得会跌到9000 还是去到13000 这个位置 你又觉得去到16000 那我自己觉得 有少少就觉得 就是见高看高见低看低 这样的错误分析法 是有机会 所以就是觉得 已经累积做了一定的升幅 那可能真的耐心等待 有些回徒可能会好些